罗马书第六章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礒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又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是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地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你们想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断乎不可 岂不晓得 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 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至成义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 虽然做罪的奴仆 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 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长话 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样 将肢体献给不节不法 做奴仆 以至于不法 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 献给义做奴仆 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 就不被义约束了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耶稣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